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8月25日 周日深夜 英超第二轮迎来收关站 由利物浦主迎宾福特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宾福特防线倩吻是一挑战攻击火力 强悍的利物浦 宾福特唯有输少荡营 虽然利物浦修赛期的操作让球迷失望 但球队攻击端的整体框架没有变动 包括之前一直传闻会走的穆罕默德沙拿赛内 像路尔斯迪亚斯 迪奥高祖达和达云纽尼斯等人均流队 这样一来 利物浦的攻击力依然强悍 新赛季前的友谊赛中 无论是面对阿仙奴还是曼联 利物浦均能至少攻击他们城门两次 显示出上加的竞技状态 而且利物浦还将这种好状态带到了新赛季 联赛首战 迪奥高祖达和穆罕默德沙拿各建一工 帮助利物浦两球完胜夜市遇至成功取得开门红 据统计 利物浦在近12个赛季英超首轮比赛中 战绩为9胜3合 保持不败 另外 穆罕默德沙拿也迎来里程碑 在这场为红军出战的第350场正式比赛中 他第300次为球队参与进球 第32次在英超单场比赛贡献进球和助攻 同时在英超首轮比赛中攻入9球 创造英超首轮进球数量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 球队新帅艾尼史洛的临场指挥能力也备受好评 在上半场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 他果断在下半场降多米尼苏保斯拉尔回撤 把阵势从423一改成433 场上情况马上变得不一样 最终取得一场完胜 艾尼史洛也成为自1998年以来首位能够在直较红军第一场英超 就取得胜利的主帅 本轮面对实力平平的宾福特 状态正加的利物浦必将成胜追击再下一程 与利物浦只卖人不卖人相反的是 由于上赛季仅排名第16名 因此宾福特休赛期在转回市场上比较活跃 就在此前还刚刚以2500万英镑 从利物浦买来后卫斯普云单倍制 球队实力至少不会比上赛季差 而且新赛季首帐凭借拜恩麦比奥默和尤安尼维莎的进球 宾福特选2比1击败水晶宫取得开门红 但是宾福特也有烦心事 那就是爱云东尼受到沙地球会吉达艾阿里的疯狂追求 虽然此次上赛季进球不多 但他却是球队进攻端的支点 在主帅汤马士法兰的战术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缺席新赛季英超首战后 金仗与利物浦一役 爱云东尼也有很大可能不会披甲上阵 宾福特的攻击端实力必然受损 除了进攻之外 宾福特的防守也有不少问题 他们上赛季军场失波高达1 71个 而近6仗球队常常有失波 军场失波达到2个 明显防守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 更令球迷感到伤心的是 利物浦堪称宾福特的苦楚 自球队升上英超以来 过去六次面对红军只赢过一次 其余一合四负 其中三次做客燕飞路球场遭遇全败的同时 得失球比更为0比7 是以再次走访燕飞路球场 宾福特杀与儿规已成定局 阵容方面 后卫列高亨利和中场艾朗希基等人 有伤在身不能随队出征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